建阳的水有多差啊 这个水质啊 鱼都不活了 中国网三农啊 这个写的 男子给鱼缸换水以后 鱼都死了啊 自来水场承认水质是有变化 现在在洗洗管道 那是洗管道的事吗 这个哥们养了金龙鱼 一年多了 没想到突然死了 然后大家都在跟铁 说都碰到了这样的事 建阳水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近期水质确实有变化 但是指标都不超标 铁锈脱落了 含氯的量可能也相应的增加 人受得了吗 鱼都不活了 人能行吗 这哥们也是写的 同样的一个内容 上到热榜了 热榜第十二名 水都插成这样子